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微微卫视10月10号的 教理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各方博弈 香港占中将如何收场 港人争普选 华人世界为何评价良极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 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戴博先生 他的英文名字是Robert Daly 旅美文化学者王康先生 中天新闻 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 以及政论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 教理对话节目 是10月10号的教理对话节目 香港民众的这个占中运动 进入第二个星期 各方的博弈仍在继续 而且波澜不断 先是黑社会暴力 冲击占中抗议者 接着特区政府出入 出人意料的搁置 与抗议者的对话 导致抗议者号召 启动新一轮的不合作运动 而最蹊跷的进展呢 是港府特首梁振英被曝光 收售巨款陷入丑闻 而北京一改先前的挺梁的立场 引人注目地保持揭默 那么在各方的这个博弈中 占中运动将如何收场 梁振英深陷丑闻 是将北京置于尴尬的境地 还是为北京提供了一个 下台阶的转机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 看到这个金钟现场的 这个抗议活动 那么学生也说 要发起新的一轮抗议活动 我想问戴博 你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香港的民众 还有没有这种新的 占中的这个势头 你觉得 你对这个势头的评估怎么样 因为现在到底是谁 就是出来在香港示威 如果还是那些年轻人 以学生为主 那就很可能是坚持不下去了 现在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对话 他们也许很愤怒 而且那个周末也又来了 可是关键问题 一个星期之前的关键问题 现在的关键问题 还是全大多数的这些 比较保守的香港人 到底怎么看待这次的运动 还是关键 如果是以学生为主 我看是那个坚持不下去 王康俊 你的看法是什么 取决于港府和北京当局的 他们的这个措施 如果他们真有这个 做出妥协化解危机的 这种想法和实际的行动的话 那么应该说学生会 很快就会更理性地 或者撤出这个战中的 全部行为 或者直接输入 以和港府的这个谈判 现在看来这个 这个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 都是有点出尔反尔 而且显然有一种 这个扣发自然 缺乎算账的可能性 这样可能会在心理上 会刺激这个香港的更多的人士 会来进一步地关注 甚至支持这个战中的行为 好 陈伯工先生 我觉得这个学生运动 根据我过去经历的 学生运动在中国 基本上如果说 没有受政府方面的刺激的话 它会自发地起来 自发地平息 不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最明显的 是1986年我在上海 那么那年的学潮 是以上海为最大 其实上海的学潮 就持续了一个星期 在政府没有进一步的 刺激的情况下 学生感觉到累了 感觉到期末考试了 而且天气又冷 有人要谈恋爱了 所以自动就消失了 自动就退了 结果邓小平 完全没有幽默感 他还说这个不惜流血 后来89年 这个就搞得非常下不了台 那么我看这个香港就这样 这个本来才前两天 那个金钟总部外 只剩下一两百人了 但是香港政府突然说 搁置这个对话 那么这个就对人是个刺激 结果昨天晚上马上增加 学生发起一人一帐篷的运动 准备长期抗争 就我们看到金钟总部外 政府总部外的人数 马上增加了 围观的人也很增加了 所以这种政府的刺激 是非常不明智的 既然你对话 不会是无理取闹 因为学生毕竟还有别的 很多的考虑 所以这个我觉得香港学院的收场 它应该有一个自然的过程 否则的话就会可能是 矛盾更加再次尖锐起来 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 任何学生运动 如果它不能跟社会 其他阶层的人 融合在一起 也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社会的其他阶层的人 不能够站出来支持他们的话 这个学生运动 是很难持续下去的 这个所造成的影响 也不会那么大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也是刚刚曝光点到的 就是说这个 如果政府在处理的这个过程中间 没有激化矛盾的话 那这个学生运动本身也会很快的 慢慢慢慢它就会这个 化解掉 自己就化解掉了 因为它不可能持续这个 那么久 但是有一个不同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政府采取 这个暴力的清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 激化了矛盾以后 不仅更多的学生会出来 而且社会的这个民众也会站出来 来挺学生 那现在如果是香港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看到香港金融广场的这个情况 又是好多人出来的话 那现在香港政府又该怎么处理 你觉得戴博你的看法是什么 他们现在又是一个难题 请讲 我觉得就是跟那个 这两个星期来一样 如果他们就是熬过这个周末等 我觉得现在那个时间 不是有助于那个学生运动的 所以香港政府 其实这两个星期来 是非常非常缺乏领导力 可以说是没有市场 任何真正的领导力 只不过是宣布 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说我们不脱鞋 然后像是藏起来 怕学生似的 有时候从美国看 就是显得好像没有领导似的 但是就是因为 刚才那个陈破空 张先生所有的那个王教授也说了 学生很可能是持续不下去了 我估计这几天 最起码香港政府不会很主动 王康先生 我们知道在香港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民意 不管是真的民意还是假的民意 对于抗中 对于这个战中的运动 有一些批评 而且很多人 甚至攻击这个战中的人 那么刚才张国华先生也提到 就是学生运动 如果没有其他阶层的支持 是持续不下去的 那么你认为学生运动 是不是现在是一个 失去根基的运动 你的看法是什么 学生运动是中国的 历史文化的一大特点 从孔孟开始 游说诸侯 周游列国 一直到东汉两汉的 这个太学士反对权贵 一直到东林长人的 那个与生读书生 什么生生入耳 家世国是天下世 世事关心 一直到公车上书 五四运动 八九运动 一直到现在 这种 这是中国的一大特点 这个有没有工人 农民 其他市民的广泛的参与 就是刚才戴博先生也说了 他们就也说了 这个取决于当局的这种 是刺激 是解决问题 是基本的态度 何在 这个不取决于学生本身 但是也不要忘了 学生毕竟是社会各个阶体的 其中的一个部分 他们就广泛的 天然的社会联系 如果计划 毛等刚才已经再三说了 那么学生的这种抗争 可能转变为一种全民的抗争 那刚才也就是说 大家看到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政府怎么应对 那么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 你觉得这次政府的应对 做得怎么样 他们的策略 手法和效果都怎么样 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在港府方面 是非常失败的 我们看到了 这个香港政府 它毕竟是一个 有一国 一国两制虽然遭到了破坏 但是其实还有一国两制的影子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你不可能完全按中共的办法来做 那么这个香港 梁振英这个政府的做法是 一开始就采取强硬的手段 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学生 他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样 其他地方的抗争 有这个烧轮胎 有这个直燃烧瓶 甚至石块 甚至跟警察在街上打斗什么的 那么警察吹了瓦斯 或者胡椒喷雾 是可以理解 但香港的学生 两手高举空空如也 然后连一个纸团子也没扔 一个瓶子也没扔 什么事也没做 而且把垃圾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结果警察莫名其妙地就上去喷那个辣椒喷雾 还是喷那个吹雷弹 那么有的甚至说有的学生在撤退过程中 还遭到那个吹雷弹的吹击 说这个9月28号 这个是个非常大的转据 是个严重的刺激 就政府的这种过重的 过度的用武力 过度的暴力 刺激了全民的参与 一下就达到20万人 站中间站岗 说这次我就觉得 香港政府的第二阶段 就是说本来对话就可以了 他看到这个势头来了 不得不对话 就同意对话 结果对话之后 现在有取消对话 我是担心这个取消对话 是第二次刺激 刺激之后 这个学生运动本来都下去了 就通过对话来解决 结果他现在可能是 这个又发起一个长期性的抗争 有的学生像黄志峰提出 每周五来 每个周末来的一个抗争 那么这个运动的长期化 对港府也是非常被动 但港府的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说他是个 夹心饼是个默心 夹在北京的学生之间 他可能自己不能做主 也是他这个处处失守的这个原因 好 现在看来 我们在画面上就能看到 金钟广场这个已经发生 警方和学生的冲突 那么都是现场的画面 那么待会儿如果有机会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 跟香港记者海燕连线一下 那么接着请张国豪先生的分析 就是现在到港府到这个份上 你觉得是不是 他对现在这个运动 新一波兴起 又是要负一些主要的责任呢 港府对这次这个学生运动 这个迅速的这个蔓延 他就要负主要的这个责任 刚刚几位这个来宾已经说到了 其实最初学生 香港学生去这个出来 这个表达这个不满的时候 是很平静的 他们没有去烧轮胎 没有去打砸抢 都坐在那 如果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梁正英政府 如果只是派警力 在这个示威人群的外围啊 你把它封锁起来 留几个口 如果他要处理的 就是平静的处理 一方面你可以打着 这个维护秩序的这个招牌 你可以这样做 就是出去的人我不登记 但是进来的人 我可以登记一下 你是谁啊 对不对 再这样一项 你不要用这个车裂弹 这样的话呢 这个矛盾就不会激化 因为学生去啊 他就是表达他一个诉求 他没有要推翻政府 他也不是要去反中 他确实有他的这个 忧虑啊 焦虑啊 和不满 你至少让他表达一下 没有错 他没有去申请 没有得到这个许可 可是呢 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民意啊 也要通过这种大规模的 这个不合作的这个态度啊 来表达一下 这个政府应该体谅到这一点 他当时呢 梁振英觉得我可以把你压掉 把你压下去 这个所以呢 是动用了这个 这个太多的这个暴力啊 结果呢 效果实在起反 好 才引起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个这个这个 持续的 嗯 说到 说到这个港府的这个处理啊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 那么大家都关注到 就是昨天呢 呃 有这个消息显示这个 梁振英 收收澳大利亚企业 一个一笔巨款 那么呃 现在呢 就是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丑闻 因为这个事情 有很多事情没有解释清楚 那么北京方面也对此保持 坚默 我就想问一下 这件事情 对于这个北京 早先一直挺梁振英的这个立场改变 你觉得是不是造成那种压力 代表你的看法 看它是怎么发展下去 因为原来就是那个 澳洲的这些媒体 就是爆发了这个新闻 所以澳洲肯定在主意 你看现在那个香港那个立法部门 说也需要啊 就是弹劾 嗯 这个梁振英 所以现在如果立法者 开始打规模的 就是参与这个运动的话 而且如果这个筹文 就是引起别的国家更注意 昨天那个德国的一个领导人 是指 说了一些 他支持这些学生运动 而且今天有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那个美国国会 就是一直是关注中国的 那个人权问题的一个委员 会有一个新的报告 说所有的美国人 都是应该更主动的 更积极的来支持学生什么的 虽然这是个建议 这个不是个法律什么的 也不会直接影响 只是一个呼吁 对 美国的一个做法 行动或者美国的一些政策 可是如果有中国的立法者 还有世界各国的 越来越多的领袖 因为有那个梁振英 这个丑闻 而更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话 说不定是那个 获尚加油的一个效果 我想听到破空的看法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海外很多华文媒体分析 认为这次梁振英 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他的丑闻被曝光 有很蹊跷的地方 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梁振英丑闻的 突然曝光 我觉得背后是北京在运作 因为我注意到 北京挺梁 实际上挺了两天 就上周末星期四星期五 这个人民日报连续发文 说这个中央对梁振英 充分信任十分满意 但是之后 虽然人民日报继续在批站中 但是没有再提到挺梁 另外就在上个星期天 也就是10月5号 澳洲就是一个政党 接到一个神秘的匿名信 这个匿名信就披露梁振英 跟这个澳洲的一个公司 UGL签署了一个 秘密协议 那么这个政党 就去两边求实 在梁振英这边得到了否认 但是在这个UGL公司 得到证实 后来就提到了这个媒体上 而我们知道 习近平家族在澳大利亚 是有根基的 他的姐姐姐夫 是有澳大利亚的国籍 在那边有他的产业 和他的活动范围 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说 北京最后选定 他如果对学生 一方面如果说武力的话 这个极端他不愿意采用 另一个极端就是说让步 他又下不了台 特别人的参议会的决定 不可能改变 那他就一个中间犯 让梁振英下台 那么他但是 梁振英可能会不服 梁振英觉得我做的 就是中间让我做的 你这个时候让我下台 就可能会抗拒 那么北京就根据 他掌握的资讯 对梁振英进行一个要挟 那么你经济上有问题 我可以用这个理由 让你下台 那么这个理由呢 是北京反腐的一部分 但是又不会回应学生的诉求 同时党内有强硬派 前派也可能保良 这个时候习近平 拿着跟强硬派交涉 就你看他有这个 非常聪明的一招 那么王康先生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因为我们知道 中共把这个反腐 作为权斗的一个手段 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做法 那么你对梁振英 这个事情最新的进展 你是怎么分析的 我觉得这个 这是北京的一个考虑 或者是一种特殊的 一种说辞背后 我觉得不大可能 这个很显然 现在梁振英这个人 他已经成为 整个世界的一个焦点 一个标杆是 甚至是个突破口 如果梁振英 因为收受这个海外的巨款 而被起诉 被弹劾的话 那么整个的香港这个事件 会发生质的变化 没有到特殊的情况下 北京不会简单的 让梁振英来做 做替对扬 再有就是 梁振英如果真的被弹劾了 我担心这位香港人 会如何来处理 他自己的这个身家性命 我非常担心 如果他采取一种 他个人的极端行为 那事情会变得更为复杂 好 张国华先简短一些请您 我觉得这个 普通刚刚讲的 这个是这个北京 就故意这个放的消息 这个说法有一点阴谋论了 我觉得这个北京 如果对梁振英不满 要把它这个撤换掉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方法都可以去做 他不会用这样一个方式 而且你这样的方式 你放话以后 不一定能达成 你所要的这个目标 那我们知道 即使这个大家都在说 这是一个丑闻 我想这个事情 可能还是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所以这个要让这个 立法会去要调查 廉政公署要去调查 看看到底他有没有违法 如果不违法 有没有违反他的这个道德操守 这也是一些 这个需要 这个得到答案的这个问题 那北京如果放话 想把他这个解职的话 不可能放的话 这个消息一出来 就可以以一个 没有这个经过调查 没有得到结论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丑闻 来把他这个解职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高 来我补充一下 好 请讲 我补充几句 就是梁振英这个丑闻里边 有几个特点 一个就是说 他签署了这个协议 实际上是其他股东的一个背信 因为他私下签了秘密协议 这个在香港法律上有问题 另外他这个协议就是说 他要继续为这个公司提供服务 就是跟他担任特首 这公子有矛盾 另外他收到的一个钱 是担任特首之后才收到钱 他没有申报 你不管什么 这是一个操守问题 道德问题最少 所以廉政公署完全可以介入调查 因此这个话题已经被制造出来 我认为制造这个话题 只有中共有这个能耐 因为在此之前 他的政敌民主派想抓他 一直没有抓到这些把柄 但是中共的情报系统是非常全的 而且中共任命一个人 做香港特首 必须了解你的底细 掌握你的把柄 如果你不听话怎么办 所以北京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抛出来 梁振英是北京的一个 他跟北京的关系 是主旨跟奴才的关系 因为奴才被组织所驱使 也被组织所掌握 所以这个时候 组织拿出这个东西来的话 制造了这么一个话题 梁振英会自己下不了台 我觉得这个 就是我还是判断说 北京做这个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好 我想现在我们超出 现在这个运动的具体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 来看一下香港的这个运动 那么我想代表你作为一个 在美国的一个观察人士 你认为这次战争运动 你觉得最触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那么这个战争运动 你觉得体现了一些 什么最重要的特点 归根结底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那个香港是一个 现代化的一个地方 他们知道现代性是什么 当然他们只是 跑到中国的前面去 因为他们的那个经济很繁荣 他们享有很多很多那个自由 虽然没有真民主 可是他们有自由 他们也可以示威 可以交接 言论自由什么都很透明 所以他们懂得现代性 他们也要求继续这个现代性 所以你有这个 最次那个8月31号的 北京的这个宣布 就是说你有那个普选 可是没有真民主 他们再也不要接受 这种是玩弄色招 虽然它是否 北京的这个做法 有没有违背那个基本法 所有的这些承诺 我觉得 有灰色地带 也不一定有灰色地带 我们这个在意我们怎么解释 可是最起码 你的候选人都是那些 爱国爱党爱港的这种人 这个不是真正的民主 作为参加现代化世界的 这些香港人 他们是不能接受这个 我自己觉得 为北京还是不是一个 正在改变 可是还不是一个 现代化的地方 香港是一个 现代化的一个城市 这个是这个矛盾的源头 那么王康先生 您觉得就是这次战争运动 不管结果最后怎么样 你觉得为中国和香港 带来的最大的影响 和后果是什么 我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印象 刚才戴博先生说了 这个现代性的问题 我认为香港 是出现了后现代性的一些特点 后现代性的就是 西方的战后的一批理论 就是去中心 去权威 去绝对 去封闭的体系 希望进行对话 希望开放 希望真正的一种平等 那么这是香港的 这个战中的行为 就很明显的就是去中心化 甚至去领袖 无组织 无纪律都可以说 这现在是后现代社会的 一个基本的特点 他们的基本的 最根本的就是要 人是要自我创造的过程 它的价值所在 一个创造就需要一种多元 承认差异性 偶然性 承认一种开放 所以对话是必须的 我在这件事上看到 这个香港 因为它是高度发达 和国际化的一个 这么一个城市 它有现代性 也有甚至后现代性 而北京基本上 停留在中世纪时代 所以这一次北京和香港的 这个对话 真是很难 很难真正的达成 好 张国华先生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 这一次的战中这个运动 让我们看到 就是香港人 虽然 虽然他这个 还没有真正的得到 这个全部的民主权利 但是他们知道 怎样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或者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这个过去我们讲香港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这个法律很健全 但是在民主这一点上 在选举这一点上 它还不是完全的这个民主 可是民众经过这么多年 他知道去争取民主 去这个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 是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启示 启发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也看到 梁振英政府 就是说这个港府 他在这个北京 跟这个示威民众之间 两头受气 这种左右为难的 这种窘状 也让我们这个看得很清楚 这也是很特别的 就是说 这个有的时候 北京要这个港府做什么 港府又能做什么 这个之间呢 实际上是有这个差距的 那如何去平衡这一点 也很重要 再一个呢 这个民众能不能接受 民众是不是 可以这个 可以这个 民众啊 能不能这个接受这一点 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点呢 就这一次这个导火索 就是所谓的 将来这个特首选举的 平民委员会 这个北京坚持 一定要这个爱国爱港 这个我觉得这个 这种提法 从这个基本法上讲 也许呢 没有违法 但是呢 在这个 这个民众听起来 民众听起来 其实是有问题的 这个选谁不选谁 一国两制 这个选举的重点 是要两制嘛 所以这个香港人 在这方面做抗争 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伯宫先生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 从台湾的这个 太阳花学运 到今天的香港的战中 那么都是年轻人 包括中学生 站在这个最前沿 那么有人说呢 他们是天真 被利用 也有人说呢 他们是有 年轻人才具有的 这个纯真的 政治理想和激情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 中国有两句古话 一个叫出生牛犊不怕虎 一个叫做 这个 四股英雄出少年 年轻学生呢 他有这个特点 我们看到这次 本来是战中运动 是中年人主办的 但战中运动领导人 非常犹豫 他本来是作为一个 压力和筹码 跟北京谈判 但并不忍心 看到这个金融中心瘫痪 所以后来这个 北京一点都不让步 铁丝心肠 战中人就感叹说 战中运动已经失败了 甚至对什么时候 启动战中的犹豫不决 但是学生就不管这些 他就没那么多算计 他也不像民主党议员 会考虑选举 多少选票的问题 学生就挺身而出 以一种理想主义 压倒现实主义的姿态 说挺身而出 这个学生的年轻的激情 反而使社会受到了触动 达到了一个顶点 反而能够逼死北京政府 证实这个问题 能够让步 说这个年轻学生 跟太阳花的学生运动一样 就是说 我们看到了台湾和香港的未来 就这一代的 他们将来是 香港和台湾的中苏 他们的主力军 今天他们对北京的不服 就说明北京未来的统治 会成为问题 那么这个是 对全世界发出的一个信号 他成功地制造了一个世界趋势 世界上很多热点 什么乌克兰 什么中东 还是北朝鲜 但是香港学生 成功地抓住了 整个世界的眼光 就是告诉整个世界 香港人不接受共产党的统治 尤其香港的年轻人 不接受共产党的统治 我觉得这个对北京 是一个很大的噩梦 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 因为王康先生 您刚才提到 中国的学生运动 在中国是有一个传统的历史 就是学生学者的 这种关注政治 那么我想引用一位 中国网友他评论说 他说为什么 中国的学生运动 在1949年之前 都被中共称为爱国运动 但是在49年之后的学生运动 都被称为颠覆国家的 被外国操纵的 这个动乱或者颠覆活动 您的看法 您的这个评论 这个有点幽默 也很荒诞 49年之前 中国的学生运动 尤其是五四运动 当然是爱国运动 但是跟共产党没关系 那个时候中共还没有诞生了 而1989年的是更伟大的 而且是现代的爱国主义运动 同时有民主自由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当时是因为胡耀邦 中共的总书记突然去世 大学身本要上街 要纪念这位难得的 有良心的共产党人 然后酿成了整个全国范围内的 以学生为主体的这场运动 这个运动 我想问一下 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 中国共产党掌握了 中国的全部的资源 它有极其强大的 全世界第一流的那种中宣部 各种各样的媒体新闻 它有共产党共青团 什么什么工会 所有都把持完了 如果混了65年 一场学生运动 还是西方操纵起来的 那么所有的组织都应该撤掉 显然它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 很荒诞 另外就这个也是用中国传统 很不好的一个东西 所谓的一下子大方 所谓华谊之变 非我族内齐心必毅 当然也是毛泽东以来的 这个所谓的敌情观念 阶级斗争的观念 这个王伟光 王什么光 社会院的院长不是最近发文吗 重新大谈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吗 这个是极其狭隘 极其偏执 这种病态的受虐狂 好 我想请代播评论一下 就是因为有这个 你说的游默的一个情况 原来那个学生都是爱国的 原来那个人民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那怎么突然间他们就变得这样吗 这个是为什么那个中央非得说 有外头实力在操纵 或者是极小数的分裂分子 是来影响这些人 肯定不能承认 这个是那些学生 可能不是香港的那个多数人 可是相当一部分人 你不能承认他们的立场 是来与他们自己的一些希望 肯定或者是外头实力 或者是少数的这些分裂分子 好 最后再请张国华先生评论一下 我们时间不多了 那我们想就是在西方媒体报导 这个战中的时候呢 往往都是把这个战中和六四事件 有一些挂钩或者有一些比较 那么你认为这两个事件做比较 你觉得是不是有不恰当 或者是否恰当呢 你的看法是什么 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六四事件和这次战中事件 的确有它相似的地方 也有它不同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就是说 它是自发的 它是 而且这个都是有 由这个 怎么讲 就是说这个民众有一种焦虑 六四的时候学生呢 那时候是这个官岛 反官岛 那个时候这个通货膨胀的很厉害 这个 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呢 大家是对这个 这个普选一人一票的这个追求 但是更深层次的 其实也跟经济有关系 因为大家担心啊 这个香港 这个未来 这个年轻一代啊 这个经济的未来有焦虑 这个 香港的这个很多经济 都依靠大陆 过去呢 这个香港是大陆 这个经济的一个火抽头 是由香港来拖着大陆走的 现在呢 倒过来了 香港要被大陆拖着走 所以大家有一种这个 对未来的一种这个担心 这是它相同的地方 那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说这个当年啊 在这个六四的时候 学生争这个民主啊 争这个权益的时候啊 比较单纯 好 这个就是这个学生跟当局啊 这种这种这个对话 对抗 那这次香港的这个情形呢 我们看到比较国际 好 这个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而且呢 这个牵扯到 牵扯到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因素啊 也比较多 好的 破空 请你简短一些 因为我们这部分时间不多了 对 刚才我们就提到年轻人的问题嘛 这个年轻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命题 就说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人 还有大陆年轻人 究竟年轻人活得长呢 还是中国政治老人活得长 究竟是普世价值的生命力强 还是中国的独裁制度生命力强 我觉得是这场运动提出了这么两个问号 好 王康先生就会接一下 我们的现代年轻人呢 我们要刮目相看 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年轻人呢 其实跟所有以前的年轻人都不太一样 以前的人要经过十年 二十年 是中心的努力 才能够对一门领域的知识大体上了解 现在年轻人因为这个资讯 因为全球化时代 他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 就成为一个某种领域的一个 非常有头脑的人 这个极大的在提升了 青年一代对自身 对国家 对世界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 所以现在年轻人包括这个叫什么 王之锋 17岁 其实我不奇怪 就是现代年轻人 我们真的要对他们要刮目相看 好 有关这个战中的如何收场的话题呢 我们现在就到这儿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跟美国之音 驻香港记者海燕连线 请他介绍在香港特区政府决定 搁置对话之后 一些最新的进展 海燕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学生从政府对话被搁置 学界发起新的不合作运动 那么这个所谓不合作运动 到底包括哪些内容 请你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从学联的角度来讲 就是他们坚持要坚守这个占领区 另外呢 要继续的罢课 从学民思潮来讲呢 他们说如果政府不让步 做跟学生这个继续对话的话呢 他们会继续发动中学生的罢课 也就是第三次的罢课 总个从议会来讲呢 就是泛民的立法会议员呢 会在立法会除具有紧默性的 民生议题的拨款外呢 会全面的阻止政府其他项目的拨款 采取不合作的这个态度 好的 海燕我们现在从这个现场的 金钟现场看到人数非常之多 那么我想你可能在现场的话 对人数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估计 那么抗议者下一个最大的看点 到底会是什么 对 目前呢 现在人是越多 现在估计得有一两万人 另外呢 就是说 以后的这个最大的看点就是 学联今天表示呢 就是说他们呼吁市民这几天都出来上街 学民私传呢更发起叫一人一帐篷 就是希望市民能把自己的帐篷来了 拿出来在这个占据区内过夜 就是要继续的坚守这个占据区 所以这个学联表示呢 就是说看如果这几天 市民能够积极的响应 能够出来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的话 会给政府施加新的压力 他们说政府前一段时间 被迫同意跟学生废话 就是因为有多达十几万 甚至有几天是二十多万的市民 连续几天上街 这样才迫使政府接受跟学生的对话 而且学联也说呢 就是这几天这个政府 昨天一枚学生发表了一些言论 完了以此为由呢 完了搁置跟学生的对话 实际上呢可能是看到 这几天呢来到街头 占据区的人数呢 大幅度的明显的减少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呼吁市民继续上街 而且呢是会就是这几天的这个 市民响应的程度来 未来调整他们自己的策略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 驻香港记者海燕 给我们介绍香港的最新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占中运动为何在华人世界 引起截然不同的评价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